大家好,我是老郭陈教授 这个老钱刚刚问我,他说漂亮吗? 我说漂亮 他说,怎样漂亮? 我听他这么说,我一下子想起了 在传框的时候,柚子妹也问过我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的消息了 扫荫 conversation 是往南看看s brothers 是来自然ção人 是来自然的 是来自然的 靠慢点 是不是 虽然能去 老婆 老公 毫不 你也行 你来 我去 飞 能去 可以 我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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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zanomu, 家様在外面的体制下, 俄羅的地方, 在外面的地方。 法國女和國民強行所, 指示家各個的地方。 其實她不常聽說牌。 她不常聽說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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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könnten去泰 sho的那個 他也整 zaten ダ responsabilidade 他也再在海裡 快棠 他來泰 他要做抗争 辭家 他不妨 他給跳 冷酗 坐在 他要進入里ил i can medium hair 里边 i can mass i can mass i can pass 她们跑来 她们跑去 gima i can pass i can pass on tila i can pass 我算了一下 我离开全眶 已经有四八天时间了 在这段时间里面 小马辰妹 阿姨 她是有时候和我发发信息的 我们是保持联系 她也是多次邀请我 再去圈矿 再去他们那里玩 小弟的话 和我偶尔发发信息 她妹妹幼子妹的话 我们是很少联系 但不是完全没有 总体来说 比起上次去他们那里 吃了个闭门根 还是也好一点 她现在是说 任何时候 想去她家里吃饭 都是没问题 但是我问她 我说还可不可以找她拍视频 她是没有正面回答 我估计这个有点困难 而我家老前 她告诉我 她说她知道我是每天早上 七点钟发视频 她每天六点左右 就去市场里摆她 那副服品 她把她拔好以后 基本上就养成了习惯 就看我的视频 她说想看我今天又遇到个什么妹子 而我问她 我说谁告诉你怎样看我的视频的 她又不费中文 她是说没有人告诉她 因为她知道这个油管的搜索 有个语音搜索 她以前看过我的视频 她知道我这个视频里面 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说 大家好 我是老婆陈教授 她就会按据这个搜索的图标 然后说一句 老婆陈教授 她说就这样把我的频道给搜出来了 她说看了几天以后 每天都会自动推送 都不要搜了 老前记得我好多 我在视频里面讲过的话 她说她记得 麦茶妹的爸爸 每次见到我去 都是说女婿来了 然后还有麦茶妹 就是有一次跟我说过 我有老公了 我老公在这里 还有就是 她还记得我跟茶粉妹 和柚子妹说过 她说 不知怎么肥事 我这次肥妄像 好想你们两个 好想很快回来看你们 我都笑死了 她这些话她都全部记得 老前还记得柚子妹生日的时候 我们在她家里是吃的火锅 还有她说 那个多诺 也是我女朋友 她说我还问多诺 要她做我老婆好不好 多诺说 她说我有老婆小孩了 不行 老前告诉我 她说她看我视频 哭过两次 一次是我刚刚离开万象的时候 在路上遇到一个卖桃子的妹子 这是桃子妹 因为她听不懂中文嘛 她形容对方是那个脚受伤的那个妹子 当时桃子妹是新摩托车摔到脚了 脚疼 她说我刚刚离开她才这么短的时间 就对别的女孩子有想法了 我在那个视频里面 有一段五秒钟左右的 捏了一下桃子妹的点吧 她点这个都是一清二楚的 她还知道 后来我把这个五秒钟剪掉了 不过老前说 她说桃子妹一点都不漂亮 她说要找 怎么不找个漂亮点的 老前还有一次看我的视频 哭了是因为裁缝妹结婚的事情 因为我那个视频我哭得很伤心 老前看了 她说她想起了她自己 她说她和我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都没有为她哭过 结果和人家认识才一个多月 我就哭得死去活来 所以说那天她是没有忍住 就哭了 旁边有很多人劝她 她说要她不要再看我的视频了 她说看起来难过 不少老鼠你就先换换她的 不少先换不得 不得 不少松而已呢 不得晚两了 不得晚两了 快放不少松而已呢 哎呀 这两个主要弟弟哦 两个主要弟弟哦 两个主要弟弟哦 小弟 哎呀 我说了她撒了手 能什么什么 能什么 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在跟小鼻玩 在跟她互动 结果老前 跑过来跟小鼻说 她说 要不要给你生个弟弟 或者生个妹妹 你一个人的话 带你太难了 有个弟弟妹妹的发费好一点 我听她这么说 我都吓了一跳 因为这么多年 我们只有小窝壁这一个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其实她断断续续的 也是怀过二胎的 但是都是没有要 她每次都是坚持不要 我考虑自己的经济状况 也就是没有反对 所以说这个事情上面 没有太大的对立 老前目前对我的态度 我也是摸不太准 当然我也没有深入的研究 她的一举一动 不太感兴趣 研究这个问题 一方面老前说 她说不想和我这么快 就重新在一起 她是说 比较喜欢目前的状态 一个人过 但是另一方面 她也给我释放了很多信号 有很多的暗示 比如说 要我搬到她的隔壁 然后要我的衣服 拿过来给她洗 或者说 要跟我去外面拍视频 等等 不过我目前没有想那么远 暂时就维持这个状态 她说她爸爸妈妈 问起我们的话 她就跟他们说 她说我们俩 目前都还不想 这么快就在一起 但是都可以继续 把他们当爸爸妈妈 做他们的儿子 所以说 目前就是这么个状态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